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白鹿北上婚纱路透照曝光 首部央视年代剧《大欧豪家》一众老戏骨 女演员白鹿是近几年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偶像之一 她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稳健的表现,逐渐积身为备受期待的演艺新星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她都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白鹿一直在拓展自己的戏录,去年她接拍了首部年代剧作品《北上》 这部剧不仅改编自矛盾文学奖或奖作品,还是央视热播剧,备受期待 白鹿在《北上》中的表现更被视为她事业上的一次转型之作 最近,有关白鹿在剧中婚纱造型的曝光更是引发了观众的极大兴趣 她幸福、甜美的笑容让人难以移开目光 电视剧《北上》是由中央电视台和爱奇艺联合出品,改编自矛盾文学奖或奖作品 白鹿与欧豪共同领先主演,而配角阵容也汇聚了宅子鹿、高志亭、胡军、李乃文、王学寅、撒日那等一众实力派演员 堪称是阵容强大的精品剧集 这个精心筛选,调整了两年的班底阵容也成为了这部剧的质量保证 《北上》以小人物视角,讲述了大运和在新时代的华丽蜕变 展现了当代青年在激烈生活经历中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这样的题材对年轻演员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因为剧中老戏古众多,容易受到观众的比较 然而,白鹿敢于挑战,展现了他真正想要成为一名优秀演员的决心 在《北上》中,白鹿饰演的角色夏凤华具有鲜明的个性 前妻是一个带有一股男孩气的花街小霸王 随着剧情发展,他逐渐成长为一个事业有成,内外兼修的女性形象 从早前官方发布的预告片中可以看出,白鹿在剧中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表现风格 他清新自然的气质和成熟稳重的眼神,让人眼前一亮 最近公开的婚纱造型更是展现了白鹿多样化的魅力 他穿着抹胸婚纱,戴着白纱,展现了一种温婉优雅的女性气质 让人仿佛看到了一场幸福美满的婚礼画面 虽然北上不是一部以流量取胜的剧集,但作为央视热播剧,他仍然备受期待 很多人看好白鹿能够通过这部剧证明自己的实力,在演艺圈中站稳脚跟,成为备受认可的优秀女演员 不仅具备流量,还有出色的演技和业界认可度 白鹿在北上的婚纱照路透曝光 这是他首次出演央视的年代剧,他的搭档是欧豪和一众老戏骨 看到这些照片,我感到非常期待这部剧的播出 白鹿在近年来不断努力拓展自己的演艺领域,而这次挑战央视年代剧更是让人期待他的表现 与欧豪以及其他实力派演员的合作,相信会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演技盛宴 徐凯在其古装新作,首达李兰迪人气拉满,或建华,陈乔恩惊喜加盟 徐凯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他以出色的外貌和精湛的演技而闻名 他在多部高质量的古装剧中扮演主角,包括演戏攻略招摇从前有座《灵剑山》等,深受观众喜爱 如今,徐凯已经成为古装剧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演技和颜值完全胜过许多同龄演员 他的古装形象和出色表现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尤其是他与田希薇合作的紫叶龟,更是备受期待 除了紫叶龟,徐凯还将出演一部名《未都主在上》的新古装剧 这部剧讲述了男主角为了调查兄长的死因而被迫假扮督主,结果却与兄长未婚妻产生了情感纠葛的故事 督主在上不仅有着扣人心弦的剧情设置,还邀请到了一流的演员阵容 除了徐凯和李兰迪外,还有霍建华和陈乔安等实力派演员加盟,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看点 徐凯的演技自出道以来就备受认可,而李兰迪则因其天赋和多样的角色而备受赞誉 他们的合作必定会为《都主在上》注入新的活力和魅力,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随着这部剧的播出,徐凯和李兰迪的表现将成为热议话题 而霍建华和陈乔安的加盟也将为剧集带来更多惊喜 《都主在上》将成为观众期待的焦点之作,必将引发一股观剧热潮 徐凯一直以来在古装剧中表现出色,他的精湛演技和迷人外貌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与追捧 而与李兰迪的合作必将为观众带来新鲜的视听享受 两位演员的默契配合和对角色的深入诠释,必将成为剧集的一大亮点 同时,霍建华和陈乔安的加盟更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两位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不仅将为剧情增添更多戏剧张力 还会给观众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他们曾经在其他古装剧中塑造过许多经典角色 因此,他们的加盟也让人对这部剧的质量充满信心 这部剧的制作团队毫无疑问是精挑戏选 他们致力于为观众呈现一部高水准的古装剧作品 不仅在演员阵容上力求完美 剧情设置和拍摄制作也都充满着匠心和用心 相信通过这部作品 观众们将会度过一段充满惊喜与感动的关锯时光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